好 那个前面我们机器当时卡了 我们重启了以后呢 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界面上来 有一台机器呢 它已经下线了 还下不下 这台是那台Windows 7 Win7那个机器 它已经那个挂起了 挂不挂是吧 好 我们来对106.1 再次呢来看一下这一段 在我们前面呢 我们主要是看到浏览器 这一部分 好久好像还没整完 对不对 其中 这是什么意思 侦测 侦测一些相应的 我们是在放声音这个地方 当时就卡住了是吧 声音放完你就卡住了 好 没关系 这个是什么呢 各位 上 这什么东西 我们看看 浏览器上面怎么会装摄像机呢 该模块将向用户显示Adobe Flash允许网络摄像头都要空 用户必须点击按钮 否则该此模块将不会返回图片 可以自定义说说服用户的标题 就是自己起一个标题 然后你可以自定义拍照的拍摄的照片 以及间隔的时间 默认情况下需要拍摄20张照片 每秒拍摄一张照片 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前提 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拍不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定一个标题是吧 定一个标题 然后拍20张 我们这边好像是 我们没办法去启用这个东西 是吧 启用那个所谓的摄像头的方式 我倒不知道这个浏览器里面该怎么去启用那个摄像头 但是最关键是我这个摄像头也是坏的 好 我们再次回到这边来 点一下这个SS 下面呢还有一些 这是网络摄像头的一个权限的检测 是吧 包括下面呢 这些白色的或者灰色的是吧 灰色的应该是可用的 然后这是侦测一些其他的一些组件 像msoffice 微软的office插件 还没有 这个这是橙色的是吧 这是红色还是橙色的 这是红色的 然后它分类的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看这一项看 什么眼睛是吧 并定执行结果没有看到 这个应该是给你copy一下它的整个屏幕 再拍个拍个照片 该模块拍摄外者浏览器窗口图片 这个第一个是要等一下 不是那么快 它居然也没有拍到 这个我上几次在执行的时候了 能拍到 但是需要等一下 我再换个机器拍一下 这个机器 执行 执行 Ready 好 没准等会就出现了啊 就是把它整个屏幕的一个照片拍一下 但是拍的肯定是浏览器 不是窗口啊 它这个跟 主要还跟浏览器有关系吗 没有出来 看这个看 嗯 哎 我这些成功啊 好 让它先走了吧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时候拍成功拍不成功 然后这段是关于浏览器的一些这个利用 然后还有了一些就是Chrome浏览器 哎 看拍完了 看到吗 很慢的 是不是 终于拍了一张 等了半天了 就这张看到吗 那个机器估计也拍了 所以这个得等会儿 所以还没有结果 我先不管它 这个是关于Grope浏览器的一些扩展 扩展内容 这是执行它的一个什么table 或者它所有的cookie 这个如果你对方不是那个Chrome浏览器的话呢 哎 可以搞一个Chrome浏览器啊 我这边有是不是 哪个 这样 先让父母来点钱 然后搓个手 我负购买上房 现在价格不是挖地吗 再过来过两年 就不是挖地了 想买的 压力大 好 现在不管它了 来 XSS 重不重招了 这个不一定 这得看浏览器的安全设置 有可能它没有中 但是没有弹框嘛 没有弹框的话 我感觉多多少少应该是会 会 哎 来了看到吗 两个106的1 哎 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啊 怎么办 这看那个它的 这个是吗 哪个地方显示五个轮件 这儿是吧 这儿是吧 嗯 是的 这个呢 我再看看 这儿 这儿没有哈 火火 没后面 嗯 好的 这么是 这个还有 啊 清前面 前面 我知道 然后 看这个 不 必须得重啊 然后 这些是干嘛的 或许它所有cookie 这 这 这还有输出一个什么呀 再自己研究一下 注入beef 再注入 不是 它是注入吗 接受beef的一个 注入啊 对 然后 这玩意没玩过 咯 这段 这 这段 这 这 这段 这段 然后 下面呢 我们还是回到 监惑件事异器上面吧 下面还有好多什么debug是吧 DNS的隧道返回ASK的这个字符 返回图像测试这个ITDP相关的东西 这是相关的一些漏洞的利用 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才是摄像机吧 但是摄像机是有前提的 应该是不论随便摄像机 那个谷歌也下线 下线就下线 这里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杂像里面的 有几项东西 一个杂像还有一个是下面的 有一个社会工程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一些东西 杂像里面 谷歌 说Search没有 读Gmail也没有什么用 好吧 我也没有Gmail 这个杂像里面 发送一个这是IBM的一些东西 杂像 这是网络 然后就开下这个持久化吧 持久化 持久化这个话呢 Persistent 持久化呢 这个地方呢 就一个原理 就主要是把用户留 尽量的留住 因为大家知道 只要用户留住的话呢 我们的Cookie才是 有效的 对 这是中间人 浏览 然后同样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模块的一个介绍 这不对 肯定不是我的 有哪个下伙复制的 这个模块将使用中间人浏览来攻击 确保Beef挂钩 保持不变 直到用户离开 离开域 在URL栏中 手都跟着它 那执行看一下效果 浏览 浏览那个 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效果是吧 你看看我们看有没有效果啊 我点一下 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特别明显的效果 这些项子大家需要去一个一个去探测一下 然后这个是 我估计要下线了 我把它重新点一下 这个是那个WordPress的添加一个管理员 我们也没有是吧 这个是一个确认的一个关闭窗口的一个弹框 刚才这个执行完了以后 有结果了 这什么结果 就像获得了它所有的 再操作一次 没看明白这个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确认弹框吧 不是确认那个关闭框 然后 首先呢 这就是模块的一个 攻击模块的一个 一个描述 在用户尝试关闭选项卡时 向用户显示对话框 如果是重新显示不是的话呢 那它是在Chrome当中无法继续打开对话框 这个就是用户不能关 用户它关的话 会给它一个 就想办法用户留住 那我们执行一次 那我们执行一次 好显示命令执行是成功的是吧 我们的关呢 看 你要它要走是吧 它要它要它要走 它刚才是点的关了 可以 就想办法把尽量的 把用户的时间给它多 拖延一下 刚才关 点这个离开的话 应该是会 这个是不适用于这个浏览器 这是另外一款浏览器 是吧 OPERAR 这是什么流量器 我见过去的 好像 这个 这个 就是说白了 就给用户一个拖延的时间 它要走 你看它要走 告诉它 你的数据可能不会被保存 吓唬吓唬它 你此页面 许问你是否离开 你属于保存 留在页面上 我们暂时先不走 拖住它 然后这个是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也是创建一个 这个 i-frame i-frame是我们说 嵌套的一个 这家伙 谁在做实验呢 现在 至少 让人感到欣慰的 至少是还是 先生 这个你看 这个好好厉害 这个是重写 网易上所有连接 然后你点啥 都那个 都是百分百的那个 i-frame框架 重写所有连接 这是啥意思 能猜到吗 重写成什么了 问题是 执行 也没有给我一个 连接 重写 已经重写了 然后点啥 你看 点 没用 没用 不可能没用 有时候是它失效了 你重新 以后它已经可能下线了 这个东西好慌啊 这个 这是那个 是那个机 那个吗 我把它 我把它那个给它关一下吧 删除脏笔 删除那些已经 僵尸的 删完以后呢 再紧接着 还有一个是 刷新一下 僵尸让它先死下 我怕搞错了机器啊 好 持久化 再看一下 这是原来的所有连接啊 但是我们发现这么 没 没 没什么 没什么用啊 好 再看一下这一项吧 这个模块 将创一个新的什么 它 那个 在哪个地方 这个模块 将会创建一个 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童谣也执行一次 好 显示 看到下面了吗 看到最下面那个角上 看到吗 各位看到这个位置了吗 好小的一个位置是吧 几乎你都看不见 你都 不管 不管应该的存在 它这个 你看 你看 现在啊 看到这了吗 是不是出来了一个紫框啊 它的级别比上面那个101的一个 点1的一个级别要是吗 你可以认为它是个紫的啊 但是显示的 是在前面的 好 然后 现在如果把这个上面那个关了 会下线吗 不会下线 你看啊 大不了这个11 上面那个11606.1 肯定会 会走吗 但是这个紫框 是不是还在这儿 你刷新 你感受一下 走啊 走啊 不走啊 你看 这么执着吗 忍不了 这个有一个被我关掉了 是吧 这个呢 由于它在最下面 你用户一般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小窗口 所以呢 虽然说你可能把浏览器关了 但实际上呢 你的规划 还在 下了吧 各位 我们就说话就等它嘛 是不是下线了 但是我依然可以对106进行控制 而不106.1进行控制 因为 它有一个小紫框在那个位置 明白 你看 感觉上是不下线了 但实际上呢 没关系 最后还有一些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单词 电话 电话就不关了 我们来看一个社会工程学吧 其中 社会工程学 除了把它就是通过一些 非技术手段 然后来骗人的 就是一些 社会上的一些这种套路啊 那比如说 这个 Flash更新 192 168点 106点多少 176 就是看啊 这是自定义的 Payload 这个是火狐的扩展 那然后呢 我们干了个什么事呢 我们其实让它下载这个东西 下这个文件 但是你看这边 执行 这个窗户太小了 没法看 放 哇 各位看 感觉要安装 对不对 我不用这个 我把这个小弹框也关了 我还是让那个谁上线 让那个大 大家伙上线吧 然后毕竟看起来自然一点 是吧 叫一下 唤醒一下身边沉睡的心理 这小孩儿去哪儿了 这小孩儿怎么不走啊 走了 我把僵尸灭了 我不想要这个僵尸 好了 这看起来自然一点 1061 来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 那个叫社会工程学 这是黑客技术当中的一种 有一本书叫欺骗的艺术 就是想到欺骗你 让你上当 就相当于突然收个短信说 你把钱就打到这个卡上吧 然后那个 谁谁谁 那就把房租打这个卡上吧 对吧 如果这个短信 区发了10万条 其中有些人正好在谈 给房东谈 怎么打钱的事 那这些人可能就中招了 有可能 收集工程学骗子 来看这个 这是Flash 哇 这个语言化了 我就不想跟大家说了 意思就是说 你看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是什么 我们那个机器 106.176 就给它发一个Flash更新的假象 其实真正的是让它去下载这个文件 你看 执行 诶 这个按钮平时大家都习惯点接受吧 各位 是不是下载了 下载那还真不是个什么事 如果让你去访问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呢 这就下载还真 这只是开了个玩笑相当于 那如果让你访问另外一个文件呢 你是不是就中招了 你大家很习惯是点那个Install安装吧 你看那个纽 就是平时的Flash更新嘛 对不对 还有呢 你看这是这是那个 这是什么来着 火湖的通知 我跟你说这个也做得很真实啊 192 168点多少 106点 对176 这是火湖的一个通知 然后没有下线吧这边 下线你就做不了啊 然后执行 看啊 这个这个纽一般人是不是会点安装插件啊 大部分都会点吧 像这样安装呗 允许吗 很多人是不是都允许了 但是呢 有可能就让你中招 是不是 这是社会工程学 还有呢 还有一些谷歌的 这个叫钓鱼 谷歌钓鱼 这边做得好有意思 你看 谷歌钓鱼 钓你 192 168点 106点多少 176 来我们钓一次看看啊 那这边你看没有什么感觉啊 然后紧接着 上面没有变化 告诉你说 请输入Gmail的地址和密码 我跟你说 页面做钓鱼嘛 意思是把你骗过去 做的页面和它一模一样 你看不出来 听见了吗 你看上面的链接都不变 所以如果这种钓鱼一旦出现的话 你防不胜防 是不是 这是谷歌钓鱼 来 那你填 你要说填完是什么效果呢 填完以后 它就把密码账号给你 给你拿走了嘛 对不对 再看一下 看我们再调一回 这边还没有得到结果是吧 来吧 填杨哥密码 你知道我填了什么吗 对 好 然后可能就怎么着怎么着 访问的是这个页面是吧 看这个结果 我说的密码是什么 这可能有 记录一下你的键盘的信息 对不对 给你弄走了 第一个没有结果 然后谷歌钓鱼 还有了一些其他的 这单字怎么读 这也是相当于钓鱼的形式 我们看 使用浮动DIV 使用运货密码 好啊 给它来一个 看这里有好多这种小窗口 看 看 这个 怎么下线了 真灯过去了 看 真灯过去了 从那边去了 最后可能你一灯 你是灯上去了 你没有错 你是灯上去了 但是呢 但是密码也告诉你了吧 来 各位看清楚 现在呢 我们来一个 这个地址 要不要记一下 106点多少 今天怎么好多小窗口 受不了了 然后背景 这是背景 这是弹出一个什么窗口呢 一个Facebook的 这个做的不好看 我觉得挺不好看的 看到了吗 好像你登完以后 也是给人家了吗 是不是 看一看一个结果 是不是 然后再来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这哪个你见过这里面 你见过吗 没见过 192 168多少 106点176 咱换一个背景 看 没什么区别 好了 就感觉你要当中 UDP似的 是不是 好 这些都让你了 然后 这不用试了 这下面有很多种可以选的 弹出一个浮动窗口 IOS什么东西 这个 做的这个看 iCloud登录 感觉好 苹果登录 这个 这个 这点不了 只能脸 这个鸟 太开人了 这个 好 这是 还有很多 我这边 这边没办法去一一给大家演示 这边 这些很多很多的 这样一些 一些 一些 这个 一些攻击的 一些工具 社会工程学 社会工程 这里面一共有十几项 有 1234567890 而且还有呢 还结合这个是什么 Reader啊 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方式 来进行一些 其他攻击 所以呢 它不只是 Common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Beef呢 功能是相当强大的 明白 所以大家用它的话呢 这个确实很方便 就不用你看 你只要往目标网站上 搞一个 XSS的什么 脚本就行 然后或者是呢 你想办法 那叫 两种嘛 常用两种嘛 一种是 反射型 反射型的话 你得 你得怎么做 你得把那个链接构造出来 让用户去点 是不是 而存储型呢 不用 反正两种都能够 把用户的这个叫 Cooking也拿到手 去控制用户的 用户的这个 留规览器 是不是 控制用户的 这就是 关于这个Beef 大家可以再次去研究一下 然后更深入的一些学习 好吧 看Beef这个软件